殿下,奴婢策划这件事情都是为了您啊 摄政王没回朝之前,这京都皇城上上下下,谁不是以您为尊 可摄政王一回来,偏偏就找上了圣锦书,各种采压您 奴婢就想着一剑双雕,既除了圣锦书,又帮着您灭一灭圣锦书的气焰 只是,奴婢没想到,那圣锦书竟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那暗道挖到了我的院里 使得赵三公子等人走错了路,最后竟然会对奴婢 殿下,这个计划失败了,非他没有狠狠地教训圣锦书,也没有帮到殿下什么忙 奴婢也恨极了,奴婢也一直在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但不管是哪里的问题,都一定是因为奴婢小瞧了圣锦书 或许,所有人都小瞧了圣锦书 他根本不像过去那么多年他展露出来的那样纯善无害 殿下,我们都被圣锦书给骗了,都掉进了圣锦书剩下的陷阱里 所以他才会踩着我们越来越疯狂 我竟然忘了,圣锦书从小就会医书 他很有可能是早就知道了我坏孩儿的事情 他却不动声色,将我们之间的事情都查得清清楚楚的 然后把我们推出来,让所有的人唾弃 才掩盖他更加狠毒子嗣的真相 是他也小瞧了圣锦书,也被圣锦书骗了 还有那颗救命药丹 剑言子叶神情松动 奴婢承认,哪要带是奴婢在圣家的门口捡到的 为了再生家过更好的日子,奴婢骗所有人说 这救命药丹是奴婢去找贺九明求来的 可圣锦说他明明知道那药丹是他的功劳 他为什么一直不说出来 失忆,不记得求要的事 事情到了跟前才忽然想起来 有那么巧吗 不会的 奴婢觉得他就是故意的 他是想挑个好时候,将奴婢一巴掌拍死 他居心恶毒啊,殿下 颜子叶眉头皱得更深了 殿下,奴婢知道 因为圣锦书以前是您的囊中之物 却脱离了您的掌控 还绑上了摄政王,压在了您的头上 竟还各种地瞧不上您 殿下,您很生气,奴婢也很生气 如果您还想得到圣锦书 想让他跪在您的面前 就像奴婢现在这样一样 你想对他做什么就对他做什么 那奴婢还有一个计划 想请您听一听 如果您听了觉得这个计划可行 奴婢一定会帮您完成这个计划 他就该找人直接毁了圣锦书 如果真能做到 他甚至希望这个毁了圣锦书的人 是街边最臭最脏的乞丐 爹 你,你当真有好办法让本皇子得到 圣锦书那个女人 害得本皇子倾家荡产 本皇子要好好地教训教训他 好